大家好,这里是前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习和田老师 好,这次课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个Tax属性的问题啊 好,来看一下Tax属性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情况 那如果更新了NX的配置文件啊 那比如说我们把NX的配置文件呢,去更新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Acebo的管理节点NX的文件和那被管理节点NX的配置文件都不一致了,对吧 所以这我们就要更新,更新之后呢 那我们要通过这个去更新发布到生产机上 这个如果发布到,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加载一下我们NX服务 让它去识别这个新的配置文件啊,对吧 那但是现在呢,Playbook我们现在来说 就每次更改的NX配置文件呢 虽然可以通过它发布到生产上 但是呢,整个Playbook都要执行一次 这样无形中什么,扩大了变更的范围和变更的风险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NX,我们如果如果它发生变化了 然后我们每次执行这些呢,都要去做一遍 那由于是等密操作 这些创建的被重复证件也不会被重复证件 但是呢,它都要去检查 都要去检查,对吧 那所以我们应该,我们应该固定某些的东西呢 我们什么时候执行,什么时候执行 就是我们可以挑某些Task进行执行 别的我直接就跳过了 我也不用去检查了,对吧 因为别的像这种 只有第一次我们执行的时候 Playbook的时候,我们才去创建用户,对吧 其他时候呢,我们都不创建了 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些Task呢,定一些标签,就是定一些Tag 那就是定义,用这个Tag的属性去定义一下 那我们可以控制这个Tag,哪些呢,可以干什么 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OK吧 那比如说我们在下边这个改建的Playbook里边呢 是针对这个文件的发布Task任务呢 去比如说我们updateNX主文件或者添加了一个虚拟主机文件 那新增了Tag,那属性值呢 都是update的config,来我们看一下啊 好,这里我们是没有添加,这里没有添加 然后这里注意看这里 如果这个是不是主配主文件啊 主配文件这个呢,我们添加一个Tag 并且呢,我们这个虚拟主机文件也添加一个Tag 那这两个Tag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 好,那并且,当然我们如果更新了这些东西呢 那肯定要进行一下语法检查的啊 更新过去之后,更新过去之后 肯定要检查一下 你更新过去之后的这个语法的,对吧 那这个语法检查也是Tag的 应该它因为它都是属于一起的嘛 那你更新完之后呢 你就要干什么 检查一下我们的是吧 NGX的什么服务有没有启动 这个检查NGX的服务有没有启动 那我们可以这样 去一个,说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RUN RUN下边有个NGX.pig 好吧 啊,pig 好,这新版本都是这个 好,那为什么要检查这个呢 因为,来看这里边 因为 那你去更新的不假 但是重新加载啊 你reload的服务,对吧 你增加这个呢 reload的,呃 就是你,你要更新的配置文件 需要重新加载一个配置 配置信息reload的这个人物 NGX服务 这个reload的NGX服务呢 是依赖于NGX服务 必须是启动状态,对吧 啊,必须是启动状态 那如果不启动 你reload是报错的,对吧 所以你必须是启动状态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什么NGX的PID文件 那如果PID文件存在 它说明服务是启动状态 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行吧 reload的NGX服务 那判断一个NGX这个 判断一个文件是不是存在 我们可以用STAT这文化 啊,就传上路径就这个 之后呢,我们传上这个要检查的文件 它如果存在,说明服务启动,对吧 那这个呢,我们把这个 判断了这个状态啊 结果啊 啊,我们注册到NGX Running的这个 文件里边,那我们通过它呢 进行去 进行去判断啊 进行判断是否 是 呃,就是NGX服务 是不是处于你是什么 启动状态 那如果启动状态,我们就可以来决定什么 决定,是不是要重新加载是什么 这个NGX服务了啊 那这个结果,一会咱们可以看 看完之后你会看到这个 STAT 让这个,这个呢 它会是处或者FORCE 如果是处说明文件存在 如果是FORCE呢,说明是文件不存在 那就对应了,处就是启动状态 FORCE就是关闭状态 OK啦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说这个Uptating这个 那我们利用这个去检查啊 检查之后呢 哎,这里是debug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一些 这还是语法检查 对吧 呃,这是打印的语法检查 呃,语法检查在这 这语法检查 我,哦,语法检查在这啊 语法检查在这 OK,那我们可以再来一个什么 debug debug呢,把什么也打印出来啊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 哎,好 好,那我们把这个running这个呢 也给打印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观察出来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用哪个变量的值呢 进行去判断的结果 OK吧 好,那我们这样来先什么 呃 呃,我们看看这个 行,那么先测试一下吧 好,我们先把这段拿过来 那这段呢 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好吧 呃,先不管它了 好,这段 这段全部拿过来吧 呃,这里还需要加一个 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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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fans cts tags 好,那我们把这个都拿过来 就可以了 tags 我们先放着 放着一个标签 以后会使用 好吧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使用 对吧 好,我们先把这个拿过来 好,那么再次更新 我呢,setm 然后呢,d 赶掉 对吧 之后呢,这里 好,那这里就没什么了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 asb-playbook -hosts 之后呢,city 这个是吧 挑一个 这不管呢,它是等密操作的 不管呢 我没有复制debug吗 哦,没有复制debug 行,我把这个debug也拿过来 哦,这些都应该复制到这儿了啊 应该复制到这儿 这也应该添加过去的 再来执行一下 再来执行一下 哦,ok,那我们应该就看这个啊 这个这个名字我只是没改啊 我改一下 这是running是吧 running里边它是一个什么啊 它是一个字典 那字典呢 这个stat 它标明了状态啊 标明了这个 是不是等于false的 那 这是谁啊 这是0.4那个机器是吧 好,那这是false 也就是我们的ngix 没有什么 没有启动 那pid文件没有 对吧 好,这是什么 这是检查语法的 这是检查语法的 不管 那这是0.4 没有 那么一会去看一下 我们看看我们的服务到底启动没有啊 好,我们看看服务应该是这个 host name 我们首先验证一下地址 0.4 没问题 ctr tus ngix 好 这是有的 对吧 这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的太简单了 没有ls 哇下的 哇下的 label下的 ngix 不是label 哦 乱 诶 这是有的 诶 为什么 显示没有了 来看一下 runngix pid 让ngi 哦 就写错了 i 写错了 ng ng inx 对啊 ng nx 没错了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再改一下 我们普认的不是语法 而是什么 running 好 此时呢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好 好 此时呢 其实刚才看的也可以就是那个格式是对的只是只是只是结果不一样啊只是结果不一样啊只是结果不一样好吧 那刚才那个反面教材就是反面例子就是什么它不存在那就是false对吧这也刚好我们也验证了这种这个结果一个是true一个false的所以如果存在了我们就是用这个句等于true就行了那它这个在哪呢在这个变量的.stat的 stat 这里边 这里边有个exis 然后呢 这个结果 ok吧 所以我们在这呢 咱回来 我们这里 啊 在这里 这里当然我们要改一下ngx ngx 啊 这手敲的就不行啊 这路径呢一般就不要手行啊 容易敲错啊 你感觉你是敲的对了 其实你敲错了啊 好 所以要复制nta这种路径的 好那么拐回来 说这个这个debug 呃说这个 我们验证 之后呢我们也打一个标签啊 那这些都是一套都必须 呃必须操作的 那继续这debug只是调试信息的 主要看这下边啊 那我们是要加载这个 重新加载这个服务的时候啊 我们就判断一下 呃 这语法首先是正确的 对吧 然后并且呢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true的 我们这里利用了and 对吧 利用了and啊 啊 这是处的 那这种and呢 就是说 呃就 就是一个并且的关系 这两个条件呢 都必须达成 之后呢 干什么 我们 才进行启动它 并且啊 我们还定义了一个标签 我们 就是说我们这些 都是什么 也这个呢 这个 和之前的这些什么 都是一整套的 啊 都是一整套的 ok吗 啊 一整套的 ok 那这是启动服务 先不管它了 那这个一整套了 你定义完标签之后 你怎么去用它呢 我们再次执行playbook的时候呢 在这使用-t指定一个updateconfig 那这些 打完标签的这些 这些操作都会单独去执行 而不是把里边的所有都执行一下 哎 这就是我们执行playbook的时候 使用-t去指定 哎 这个playbook里边都有哪些任务需要执行 只有打上来这个标签的任务 才能执行的 啊 这就是我们的用法 ok吧 好 那我们来测试实验一下啊 我整个把整个的给布置下来 好 那此时呢 vis d 都去掉-i -v 就行了 那就行了 好吧 好那此时呢我们再来 is5 这时候我们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写一个-t -t是什么 我们写的这个 只要含有这个标签的 我们才执行 其他任务我就不执行了 啊 我们敲一个 好 你会发现只有打tug标签的这些才执行 那比如说升级主文件呢 添加一个讯息啊 我们检查语法啊 检查他是不是运行啊 之后呢我reload的服务 这些对不对 啊这些只有这些才能运行 ok 好 此时呢你会发现有些 呃这个 应该有些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reload的那如果我们更改了 并且呢 干什么 并且我们更改并且我检查语法之后呢 我去reload的了 但是他服务如果不启动 我是不是就reload的不成功了 哎 所以说我们还要 还要保证他能启动 保证他能启动 保证他能启动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写 啊 在这写 当然你可以也可以加上 啊 update 这个 好在这写 在这写什么 那我们也可以写and 并且啊 我告诉你问呢 这个问呢 现在新运法支持这种 如果是and的关系 一二 你写到一个列表里边 这样比较好看 不用写and 对吧 写了 那这个什么时候 我们保证他能启动 对吧 那什么时候他能启动了 如果启动了 我们是不用再去启动了 那所以说反过来说 只有index没有启动的时候 我才能保证他启动 是吧 那同样道理怎么说 他是没有启动了 那就是这个什么 等于force 就是没启动对吧 好 他如果没有启动 那我就保证他启动一下 OK吧 那如果启动之后呢 我们保证他启动 我们才重新加载 所以这里呢 我也可以打一个tags 也可以打一个tags 那如果保证他能启动 这样啊 就都可以打一个tags 好那这个呢 我们再把这个呢 给增加上 好吧 我们增加上试试啊 好 就加到这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都不要了 这一种新的问的写的方式啊 一二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多了 这就是也是表示and的关系 这也表示and的关系 然后也要弄了个tags 好吧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敲一个 之后呢 我们再次 执行他 好此时我们来看看到 这个呢 启动是不是已经跳过了 因为他干什么 他是已经启动状态了 所以直接就跳过了 跳过这个呢 保证能启动 然后就重新加载 这前面都没有提 好吧 好那 这就是我们的tags 以及我们的win 啊 tags 以及我们的win 还有这个and的关系 怎么去用 怎么去用啊 ok 那这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